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还是深圳 还是楼市 还是这个恶寿房 惨口价 出现了非常不好 麻烦棘手的进展 前两天我们说了 有很多中介在取消恶寿房参考价 当时我们就分析了 是银行不单止 不按照恶寿房参考价 还要低恶寿房参考价放款 这个事情 谁知道 今天深圳市政府专门出来 发了一个澄清 哎呀 我一看不得了了 这个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啊 真的是往 哎呀 这样搞真的是彻底完读着了啊 所有房产赶紧甩掉 甩掉啊 一个都不要留 哎呀 什么回事呢啊 今天这个记者获悉啊 深圳市相关部门已经向部分中介机构发出通知啊 要求其平台你看怎么要求的 对外展示的这个房源呢 价格必须严格按照指导价参考价进行公事 哎 不以指导价进行公事的啊 相关部门将视情况 对企业 约谈 或者 直接暂停其交易系统悬线啊 就直接就不让你做中介了 中介都不让你做 也就是什么 嘿 取消恶手房参考价想的美呀 这个你不严格按照参考价来展示 直接把你中介资格都把你全线都把你停了 啊 据记者从多家中介机构了解到啊 尽管深圳市恶手房参考价政策啊 不做调整啊 但是银行核定房价还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以网签备案价也就实际成交价和评估价 孰低为准 其实说的很明白 我这到处这个中介在传这个利好 这什么鬼利好 以孰低为准 也就是哪个低以哪个嘛 你见过一个利好以哪个低为哪个呢 我以为贷款基准的吗 也就是银行不单止 就评估价 银行的评估价肯定是根据政府的参考价 银行不可能制作主张 重新再定一个比参考价的高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到时候贷款出去 谁负责啊 政府定了个参考价 你不按政府的 银行敢吗 哪个贷款专员 哪个行长敢批啊 想想的知道了吗 是吧 所以就实际成交价 如果比参考价低 还是按照更低的来 之前我们有数据可查的 40%都比这个二手房产考价还要低 全网就小林财经把这个问题说的这么清楚 彻头彻尾的利空 而且今天这个都有几点呢 第一点影响相当恶劣 专门出来辟谣啊 你想想 政府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低调沉默 因为本来就是你们那个中介啊 民间的一个传言嘛 对不对啊 政府可以睁一只眼 不睁一只眼 就不谈这个事情 现在政府是很明显打击楼市 对楼市就是现在中介这些就是没饭吃了 他们想活跃一下这个楼市就做 但是你们想活跃一下 政府给不给 不给 你想活跃了冒头就打 这个中国政府现在什么纪委 这个专门专用名词叫做冒头就打 你稍微你想活跃 你马上把你打住 不严格按照指导家的挂牌 一律把你去掉 这个中介敢吗 中介不敢 所以打掉市场的预期 政府稀不希望这个市场活跃 不希望 政策政策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房地产 就是要往一个什么长期 冻结 这个导向非常明显 就是把你们全冻住 你们不要交易 现在这样挺好 就是要这样 就当初他的意图 你不要说什么打击楼 就是把你冻住 你不要不要不要交易 而且你要想 我一开始 这个二一年初 这个恶手王参考家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嗅觉 这个东西 那是非常离谱 因为我是长期从事 这个这个这个从业人员 我想想这离谱到什么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 明白吗 一个房子你挂牌多少钱 你想卖多少钱 不是业主说了算 这个房子还是你的吗 你想想是不是 你的房子 你不能决定卖多少钱 只有习近平来决定 你的房子卖多少钱 这这什么意思 听出来没有 这个房子还以为是你的 明天他他喜欢怎么调整 怎么调 我们要知道这个房产 在中国大陆是老百姓 最大的一个资产 所以全国买了房的 全部是韭菜 你准备就全部是收割 老百姓的这个财富就被锁死了 我想你卖多少钱 你想卖多少钱 都不是业主说了算 不是你持有房产的人说了算 所以中国老百姓所谓拥有房产 在这黄粮一梦几十年改革开放 以为自己有财产 没有 你连个人 你连你全身的器官都是共产党的 说句话听的 旅人 旅人 那个 那个你生不生孩子 都是共产党的 共产党要你生生 共产党不让你生 不让你生 以前你不让不让女人生的时候 你看打掉 所以在共产党有把老百姓当人吗 为什么三番四次我说女孩子赶紧跑 有当我让你们不生的时候 哪里去医院打掉 什么什么又是什么上环呢 又是结诈 是 让你生的时候 你赶紧给我生 生八个 铁链宣 宣起来 给我生八个 你看 一个一个屌样 自己的房子 自己不能做主 你想卖多少钱 能不能共产党说了算 哎呦 真的是我罪了 这意味着什么 很多老百姓不明白 这究竟意味着 这就是纯粹的计划经济 还有些朋友也提到了 他这个全部冻结起来 他是有目的的 起码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 冻结房地产的交易 这是给房地产税开征做准备工作 房地产税开征是个大事情 中国政府以后就永续 永续就就一直这样收下去了 比什么卖 而且地卖的差不多了 中国的城市规模 人口规模到顶了 所以卖地模式 它是没有办法维持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说了 这个地铁计划都要砍掉了 现在这个地铁都不能建了 很多城市做了规划的 以后就取消了 也就人口到顶了 它城市没有办法扩张 卖地是理论上卖地了 那是怎么弄的 它就城市在扩张 当你这个城市不能扩张的时候 卖地就醒不通了 对不对 还有一点点可怜的置换需求 那起不了多少作用 所以以后必然是按照房地产税 来到提供财政支出 我们都知道推出房地产 所以它会引起市场的波动 涨也不好 跌也不好 跌了 到时候不 这个房地产 房子不 不是 会影响它的价值 影响它或者说银行的坏账 所以就 也不能跌太多 老百姓实际上 当老百姓卖出的时候 它可以跌很多 跌百分之六七十可以 就是你卖出的时候 你要打折你才卖得出去 但它悬空一个指导价 你发现现在没有 为什么悬的呢 这就是用来征税的依据 到时候你说我卖的时候都 这个房子只是值十万块 他说 你这是你的事 我按照我的指导价 他现在都说了 我指导价到时候就是征税标准 广西就出现过 你就不要以为没出现过 这个房子卖四千块 税局征税给你按一万二来征 就这么诡调 这个征税的评估价 跟民间成交价完全脱节 这是他的目的 不脱节我怎么多征税 他评估就往高处评估 但实际上当老百姓卖出的时候 这就是另外一个价格 房地产被冻结 房地产税开征 深圳就四点 现在 还有时候见到 这个稍微放出一点风声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 现阶段 还不能消灭资本家 现在还要融资 还有很多韭菜要割 再割几把 能割一天 是再割割它 再割割它 还能割几茶 再割几茶 所以虽然比较少了 但是能割就割吧 所以说 就像广东那边很喜欢吃凤爪 我来到日本看到 日本不吃鸡爪 这什么玩意日本不吃 基本上不吃 广东那边凤爪 很喜欢吃鸡爪 这也是鸡爪 也是幼啊 也要给你吃吃完 这两天什么月秀地产 你看广东的地产 还在融资 还有人冲进去 现在还有人进去 都赶着割 割一个是一个 割一个购本 割两个就赚了 哎呀 你看 所以这个还有 除了这个房地产 谁还有的 冻结住 那房子跑路吗 把这个房地产冻结住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把房地产打下去 打的这个房地产有多差 有多差 一个都不要跑 房子卖不掉 有几个能跑路的 老百姓个个都没吹牛 吹吹 这个我有一百万 我有几百 这个几百万 刨去房产 刨去负债 还有多少 有的小伙伴问 我以为小年才已经住的房子这么差 你玩房地 我就是一个典型 你把负债刨掉 你把这个 有时候一个房产不会自己说了算 家里人家里人有很多牵扯 你把这些刨去自己真能动的 个人能支配的 自己说了算的 有几十万进食都不错了 人民币 真的 说这个几百万 几百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有学员整个家庭都听你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是有很多实际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说了算 能拍板的 有个几十万不错了 真的 一般老百姓没有 哪里有那么多钱 这个我这一般老百姓 平头老百姓 这个房子跑 你房子卖不出去 基本上能跑的就没几个了 一般老百姓 你说什么什么 有权贵的人家什么 还有大小姐 什么时候都能跑 闭关索国 他也能跑 开玩笑呢 朝鲜老百姓都饿得个半死 金正恩的 那个大千斤 现在赔的胖胖的 哎呀又胖 穿个大意大利米兰的大时装 大皮袄 看打火箭 就这么公然 你老百姓吃都吃不上 他就公然的 怎么在这吃牛扒 两父女胖胖的 穿个戴个瑞士手表 就这个德项 就这个德项 也不到不服 还有一个就是 最后还有一个 保持人民币的稳定 老百姓跑不掉 那就没多少钱出去了 没有多少钱出去 人民币的压力 不就小了 所以股市为什么偶尔就要暴跌 为什么要三千点来回戳弄 我就是要把你们韭菜搞的是该某 把你们韭菜割的是一点的根都跑了 韭菜根都跑了 为什么 老百姓越穷越好 穷的想盯当 穷的一分钱都没有最好 为什么 穷的一分钱都没有 你就没有钱跑路了 老老实实当奴隶 平民 若民 渔民 这个几十年前 什么知智通建的商鞅变法 这个早都定好了 渔民武术 怎么都搞得现在一样的 几千年封建社会一个卵羊 最近还有个小清新在问 这个烂尾楼是不是不管了 这个有很多这个网民问 烂尾楼是不是不管 烂尾楼没建好 那才是第一步 有很多人都没想到 烂尾楼没建好 肯定的 建了干嘛 钱都圈完了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这个许家印 就没跟共产党合作呢 是不是 哎呦 真的是 都是连 为什么没把许家印捉进去坐牢呢 有没有想过呢 你以为真是许家印骗了 你以前 现在烂尾究竟谁骗了 老百姓的钱 开玩笑 不然你以为人家这个大皮 那就是各种什么瑞士大别书 哪里来的 不是你们老百姓的韭菜 不是歌都没响叮当 是啥 所以啊 烂尾楼是不可能建的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建的了 这个烂尾楼 但是呢 烂尾楼不是有个红本本吗 是不是啊 不是做了抵押吗 烂尾楼要不要增房地产税啊 要啊 烂尾楼最好了 告诉大家 烂尾楼是不是卖不出去啊 卖不出去是不是锁死了 锁死是不是天天割酒菜了 是不是房地产税就可以随便 对啊 烂尾楼是你们跟开发商的事情啊 但是你确实有个资产在这里 你你你买了卖了地嘛 是不是啊 那这个系统里面入优了嘛 所以这个烂尾楼要不要增房地产税 要啊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合不合法 合法呀 烂尾楼是不是楼啊 占不占用公共资源啊 是不是这么大个烂尾楼在这里 要不要增房地产税 要啊 你以为烂尾了就不增房地产税了 开玩笑 不争 白不争 争又怎么样啊 这个平头老百姓想怎么样啊 造反是吧 是不是想造反啊 是不是想冲进中南海 老百姓能怎么样啊 还看不清楚形势是吧 你看啊 公安部出手了 围棋一百天 这个开展那个百日不是无海啊 以前是百日无海 百日无谣 一个谣言都不要有 你看那老百姓想说话 你想说话干什么呀 你说的都是谣言 那些什么烂尾 我们国家哪里有烂尾啊 你说的很成 我告诉你 习近平总司机啊 已经是专门公布了 告诉全世界中国一个成员都没有 你说你是成员开玩笑 中央已经规定了 领导已经是拍板了 中国一个成员不能有 你是个穷人把你消灭消灭穷人 把穷人都消灭了就没穷人 哎呀 哎呀 所以这个中国老百姓呢 玩独子了 还不赶紧跑 就不跑 你看你看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 你看谁组织的啊 招摇引流的 就老百姓你不能说一点抱怨的话 你要这个谁抱怨搞贼 啊 这但是啊回头也看啊 我一直想起一个事情 就这两天那个宝马那个呢 我都没空说 但是宝马这个事情除除了说这个什么辱华出征以外啊 外资被赶跑 因为我嗅到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戾气啊 这种仇富啊 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啊 它是很强烈的 这种不平衡的心态 它会对准权贵吗 它会对准 它会想啊 这中南海里面为什么这就过得这么好啊 它不会想这个吗 它不会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为什么这个吃的这么好 它它不用 它不会想 它会想什么 墙口只会对准比它更弱势的群体 明白没啊 这就中国 你见过那去去报复社会 你见过报复政府的吗 没有 偶尔有 基本上没有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仇富 这种心理不平衡 为什么老外有这个血糕吃 为什么我没有 他的这种情绪最终就是互害 为什么哪天看到你这个做这个 有几个还过得还行的 你为什么你还有血糕吃 为什么我没有 哎呀你看这中国人这这种已经是很这种戾气啊 是很强烈 用仇富 哎 所以在中国里面你最后是你让你逃过了这共产党的镰刀 后面那这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人民斗人民啊 那刀说 为什么你有钱 啊 肯定是黑心资本家 哎呀 所以有点钱 有点吵就赶紧跑赶紧跑这这玩意 这这个地方不是人呆地方赶紧跑吧 应该先说这样啊 觉得有点意思点到你问一下 哎 咳 咳 咳